好车好车 XYG加油 超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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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双方开局 旅部都来中路销一刀 压一下张飞的位置 对 你也不带成吗 如果张飞直接一级进野区 那篮就不好打这个吧 嗯 还是一个阵队阶段 我们看到上路位置 关于抢完线之后 和队友是看了一眼篮区 想反个小一眼 没有反成功 想给一波也去压力 对的 没干扰到 主要是XYG在前期上路做了协防 嘴过过来保了一手 先劈了一刀嘛 翠波 砍了一刀 对 砍了一刀 也是劈 也可以 然后下路位置 鱼姬跟马可的一个对线 就是以轻线发育为主了 这草沙之琳是谁的 这草沙之琳是谁的 草沙之琳是谁的 谁当马可系列是 好像是误出来 是的 马可就只能在前期对线稍微怂一些 对 曹操的 不过马可对线的话 轻轻线还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曹操的刷完了 这里9月的蓝也4了 但9月的刷一路线 他要绕一圈 对面的线圈 现在转 这波上班区要打了吗 没很多 没很多 然后利用周瑜的被动去磨一下他 对 关羽已经4了 但柯鞋铝布还是3级要吃这波兵线 但是看到了XYG有上包的趋势就算了 嗯 曹操要直接开拢 他开拢 确实你其他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是 他捏个大招 然后蓝也不在 这个时间点的曹操还是很厉害的 对 双扯 曹操还没有交 先让张飞帮自己交个场 上海EDGM前期的一个开局 还是过渡的非常顺利的 想要压一波血 没抓到 林芝在转线的时候 一直都被看到了 他要想办法绕过XYG在河道部的这些视野点吗 比如说吕布往曹操一站 你要规避这些点 想办法绕出来 打一个出其不已 上路位置 原去了 我来抓吕布了 对的 但吕布在塔下 被打击上海 应该没什么问题 半写 上下落同时给压力 我这波没什么问题 开始下一波的中线了 这抢线都太快了 不过现在周瑜清线还是很舒服的 线一来就堵在塔前面清掉了 对 连续两波都是先抢完线 先转起来的 嗯 但周瑜这一波下不来了 而且那个位置有点危险 被卡住了 蓝跟牛魔包过去了 终于要动手 哎呦 哎呦 这个二伞 A一下漂亮 好吧 拿到 这波技能全部都交吧 交给这个周瑜了 这个周瑜交闪线是直接被二伞给顶到了 我们这边是两个闪线去打了一个周瑜的衣血 对 这波就是 张飞没有带着周瑜往下转去帮马可协方 而他俩走散了 对的 周瑜一个人还想去对沈梦西 可能担心下一波的线权吗 因为他想把中级的线权控死 是 我刚刚看到跟什么是打什么 看摩塔了 嗯嗯嗯 那其实那个位置很危险 是的 踩了一脚 他这边转大招 可以啊 拆一下 这一键可以 好好好 我的梦 是的 那现在很痛苦了 OKOK 节奏起来 第一波中路找的节奏点很关键 好吧 他们有没有进到 蓝的蓝buff野区 他们是双城 其实前面打的进攻心 并没有太强 而且第一波进野区的时候 哎呦好准啊 又消耗了一波 又消耗了一波 等于说 怎么再给一个一技呢 对 同时关于这边的急跑和大招都被打出来了 都被逼出来了 对 挺难受的 现在XYG这里除了刚刚牛魔跟沈梦西交的闪现 其他人的状态都是满的 可以看到现在马可的位置 直接放起了下面的条线了 直接过来想换节奏了 然后在下路被压的火刀 对对 还不如直接来拉红嘛 拉完红然后去找节奏了 去换节奏 嗯 就是你打我下路我放给你 我直接去压你上路 你屡部一个人 马可是拿红过来消耗了 后面说陶老板 强行惯了一手 这伤害有点小高 下一波一技能没有少 就不交 他想留着反打 下路台已经推掉了 他们这波想换 应该换不掉的 孟直接过来协防了 这颗雷丢下来 兵线就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现在他们要再拿主宰 9月一个人在对面的蓝Muff 把这条龙给通知 我们看到9月的蓝 他这条龙是选择直接放 进到对方的野区搜刮小野之后 下路线直接断 不过这波终于还是可以直接抢中线的 还可以转 打散 他跳大 黑眼疯了 我的天哪 这一波完美配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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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马可还没有进化的 直播 真的影响不到啊 这马可 好不容易拿一个红 本来准备舒服一段时间的 又没有了 好节奏 打了一波马可进化 没赚好的 这一手9月要进满 9月 尝试了一下 明的习惯就是 我们看下来 我先抢中线 然后再转 他并没有过多的去放线 是的 而且若可的马可 是刚刚换上去拿完的红Buff 还是新鲜的红Buff 现在上塔也要掉了 那下一波红Buff 也许有机会啊 想要避着XYG 比较强势的这个点 这样上海EDGM的双边塔全掉的话 可以进野区了 红区嘛 对 接下来的重点 要开始被折磨了 现在铝布已经掉到正面来了 如果说在这种野区 地形窄口 牛魔大招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知道 打马可要控他们家红Buff 好不好 你首先要想办法 想办法了兄弟们想办法想办法 不要让这个马可拿红 待会做出两件套 往外往里面挤 到这边顶位一下 大招 想断一束马腿 红Buff被吹出来了 这一手 这手红是 哦是周瑜拿的 行行行行 不要给这个马可就行了 从中之的话 很想找机会 但修斗 站在位置 也是基于他身上二技能大招 以及闪现 马可不拿红随便谁拿 三个保命技能 你要知道 这个马可不拿红 其实一技能想办 这个子弹全部少完 是很难的 能够自保 九月现在就比较自由了 这就是曹操这个英雄打蓝的优势 那就是下一波 下一波结尾点还是红Buff 这一波 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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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是被周瑜那边都给烫死了 烫死了 这波 没舍得交技能跑 这一波 这一波唯一的解 就是闪现去舔一口 闪现舔一个药包 直接舔一口药 但算了无所谓 这现在也不是关键的节奏点 还是把这个闪现留着 等下一波 红Buff比较关键 兄弟们 这个闪现没必要交 死了就死了 看西河牛魔的一个走为热点图 主要是在中 重点是下一波 红Buff很关键的 要有闪 这个热点图也反映来 做YG在前中期的一些视野布置 合道视野牛魔横着走 跟对面的张飞抢 下一波必须西河跟酷鞋都有闪现 打一波完美配合 然后在红Buff开一波节奏 就很稳 现在就看马可波罗的红呢 嗯 是我我给你也不交 我不交这是老年人手术 你闪现的主持人闪现 不是网上在靠的对吧 好 这波 应该是集合了五个人 下路他不准备管兵线了 证明 证明 我说的是对的 对面核心点 红Buff 留这个闪现是有用的 曹操是可以帮后的 什么星星炸了一下后排 张飞套了一个队 推的是吕布 那吕布手上还捏着闪现和大招 那宁芝没大了 可以看一下鱼的位置 屁了 周围躲掉了 还是要起他们家骂鱼 还是想取消的时候没有法好 走一下 先父母 直接跳 两个 哇 闪现直接批 可以 对面关羽真打了 四拳闪现 好不好 这个闪现不将是有道理的吧 张飞也被打跑了 没毛衣吗 兄弟们 因为这一波关羽 哎 这一波还扑到了 可以打了一波黎化塞 兄弟们 三七手的大招 瞬间将马可秒掉 上路位置还有兵线 闫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上路的高地就很难守了 曹操开大 他把那边挤 这个曹操怎么死 曹操死了 可以 再给了一剑 惨了 再点了一下可以 这一波 黎化五了 哇 酷鞋 哇 酷鞋 哎呀 还好我 我真是 哎 这一刀 真的是可 哇 这一刀 跟关羽这么远一刀 把孟空批到了 这波止损了 止损了一下下 不过无所谓了 这波打了个0.5 红大波全进完美 不觉着 这必须直 直我给他 我下次叫酷鞋直播的时候 他一定不能拒绝我 好不好 就我这一波帮他解释 那真的是完美 一点毛病都没有 一个跳大 反手闪现 刮两个 拿两个人头 直接把红大牌拿了 你自己说是不是 你自己说是不是 必须让他把这个录像 看一看 我是怎么解释 他这一波不交闪的 然后以及催他 下一波闪现 有巨大的作用 是不是我很懂他 想要守的 看能不能守成功啊 直接跳大 全部盖住啊 一手横批被吼开 无所谓 在正面打 啊 我去被追悟了 天啊这个火上面 烧了也有点小痛 好不好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打主宰暴君啊 还是被反掉了 是的 还是被反掉了 就是马可波罗这个英雄 选出来就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被军队 对 除非你优势压到对面夹去打的 是的 你只要到了劣势的话 那你就 只能守着这家 而且你不能放掉这个buff 但说实话 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 确实很难做到一个顺风 对的 而且在对线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 西河牛膜动的 还是非常快的 在前面那个二闪中路 断了一波 哎哎哎哎哎 开了个二技能 交了一个闪现 跑了 哎哎哎哎哎 不不不不不不 还前面是直接把关羽给打掉 这一波起跳 横批闪现 再横批 再重心 都打残了 但是上海EDGM 其他人都回到了高率安全的位置 这波可以把恶塔推了 可以顺势拿一个大龙 嗯 这个龙上海EDGM 没有办法出去看了 现在他们还是要 要以防守为主了 如果说他们想要翻的话 这局的一个转折点就是 一波红去能守下来 让ROCK的马可 拿到红BUFF去反打 但目前看来 因为经济差也有5000左右了 然后再加上现在 打节奏 打运营 没有办法就是 先连击张飞的这个位置 哎 不要上 哎 这一波顶了一手 踩了一脚 给他打招 简单输了 你再点张飞 张飞死了 提前吼大 导致了自己位置暴露还走不掉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波没看懂 可能有点 紧张了 小紧张吧 不过 这个位置可能是想尝试着 就是说否着抢一下 如果说能抢下来 说不定 不够再拖一下 这张嘴想把轮给喷掉了 到大龙的话就可以拖一下 好吧 但刚刚这波明显是 稍微有点散了 嗯 其实他的队友也不在身边 那这样的话 张飞阵亡 XYG可以拿完这套 按住在 张飞这一口 张飞就算复活了 没有大招 好兄弟 谢谢的 X13跳车了 跳到了XYG的一次 而托米还坚持在上海 EG节目 下路位置有个暗影之境 现在的XYG可以继续像上一局一样 控半途去上高地 现在的鱼姬输出非常的高 对 他住的住不离输了嘛 要冷静 可以去压血量先点 点的是曹操 下路高地 嘴关羽的位置 兄弟妹丁关羽 大招踩到 跳大可以 战胜进场 直接潇洒横批 终于直接倒了 没人手打了 但这个位置被卡了有点难受 顾鞋直接倒了 这一波好像还是不好上去 他们要追出来 注意这个关羽的位置 兄弟们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要还是要盯这个关羽 这个关羽可烦了 这个关羽可烦了 其实没有必要的这波跳 对对面准备撤 对对面准备撤 其实可以转到中路的话 把中塔给下了 大招可以留着分中间的那个位置 可能是没有协调 下一波 下一波闪现 这一出现这种幻觉 我比较兴奋的时候 经常会以为我能一打五 这个红终于是被热肯马克拿到了 终于拿到第一个红包 后期的第一 对 但他现在的经济落后太多了 对对 他破晓也还没有出 主打包晕控一下 这条龙对于上海一地节目而言放了 让关羽去带线 这一局好像林芝的关羽也没有办法绕过去啊 因为他逆风的话 视野都被探得太清楚了 只有一个沈梦西怕关羽 但这把对于上海一地节目而言 想要把现在这个局面搬回来 就得靠林芝的关羽 出现在一个XYG想象不到的地方 而且切的人 注意关羽的位置 他得限制鱼姬的输出 是的 但是比较 条件比较苛刻了 是的 小号 红匹 这一波 下路 大闪 可以 终于是要倒了 起跳 全部人在里面挂 一手横爹 走那里挤 哎呀哎呀哎呀 先出来先出来 哎呀好极限好极限 极限极限啊 所有人很残 快走快走 快跑快跑 他开了一个主日先把周瑜给点残了 牛魔再跟一个大闪 是啊 他也都跟上了 挺果断的 而且我发现XYG在上高的时候 尤其针对到了对面的周瑜 他觉得周瑜就是你接到这边 周瑜 首先最强的一个 对 都是千秒周瑜 来看一下回放啊 随波 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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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个一技能 主日 哇这么远点到 点了两件 然后这一手 复活甲被打出来 闪现过去点了个大招 强行 要点这个 把可包了把可包了 最后面点死了 再点这个关羽 这个关羽也被点死了 可以了 好吗 果断闪现 强行留人 别人家 他打野倒了复活甲倒地的时候 被对面守时 拆火的人永远是前排 这一波是秀斗的射手 直接踩过去 秀斗手感感觉来了 自信也出来了 是的 在空中上线 这样的话可以中转上 上路位置高低塔 只有半血了 得靠着周瑜 扑火出去倾向 这个大招炸了进去 周瑜都不敢往前站了 已经此寒了 对什么是一个大招 中线 这个周瑜啊 这边能守的 这波兵线进不去 把高低给破了 再拿个主宰 三刀 全部都被XYG给拿下来 非常的冷静 冷静 冷静 因为外面毕竟有翻盘龙啊 对的 这个龙如果你不拿 却打一波 万一输了呢 对的 现在的一个经济差 已经快1万经济差了嘛 我们看到XYG现在 C位想复活换名刀 这些都能换出来了 余姐直接买出了复活家 穿在了身上 现在这条龙 再加上这1万的经济差 只要不是很大的失误的话 就拿下来了 对的 但对于上海一臂肩膀而言 他们的最后的希望 我觉得就是 宁智这个关羽 他得藏起来 他不能出现在正面 对的 其实宁智的关羽 已经打的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是他的战力英雄 这个赛季使用非常多次 只是这局前面逆风了 所以他来说 这个难度确实很大 压力也很大 是的 宁智控好 吕磨 打招 可以 把这个红给拿了 下路放了一个暗影之镜 龙马上也要到 我觉得这是上海EDCM 反扑的一个机会 就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他们得要打得主动一点 你必须得打了 不打水晶就没了 对的 把那边吸了一口 一手横劈 摩登真伤了 准备了 关羽关羽 兄弟们关羽 给大招 给了一手一技能 钥匙残的 可以 9月转起来 转起来 自己被关羽给顶死了 后边的兵线来了 但是XY状态不好 其他人都有点残 尤其是鱼记的状态不好 得要往后撤 这波的还是精彩 打了一波一环一 对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9月被顶到全身里面去了 其实蓝跟关羽 才玩躲猫猫 对的 就是宁智想要绕过9月的位置 不过最后还是让宁智找到空档 直接装出来了 可惜的是鱼记身上留了一个大 对的 他没办法 确实鱼记这个英雄 没有那么怕关羽 然后看一下这条龙 这个暴君上AD想要拿 然后看到关羽还在找位置 对 什么系大招先消耗 什么系的位置有点危险 对关羽在绕了 注意关羽 看到了一个残鞋 吕布 吕布过来探草 苦鞋找到了宁智 那这条龙等于XYD脱下来了 因为毕竟刚刚自己家打野阵亡了 嗯 等到了蓝的复活 十九分多钟了 马上要到二十分钟 封棒我亡了 现在上ADGM的兵线压力非常大 他们现在还是需要出来找一找机会 还是选择去控马可的红霸鞋 但是这位马可一个一技能 抢下来了 而且他们是放弃了去抓这条 爱与暴君 对的 因为这条爱与暴君到十九分半就会消失 但是他们既然做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证明了这个红霸鞋 稳住 稳住 对的 稳住 这对于EDGM而言 那不行就打个风暴龙王嘛 对不对 每一波都稳稳地拿下 不要给我搞心跳 我很慌 我很慌 现在上海EDGM敢压出来了 我不怕时间长 我就怕赢不了 只要不能把线轻易地放到家里去嘛 不行就拿路 不行就拿路 只要赢 只要赢 你打三天三夜 最后告诉我是 对面加基地爆炸 我都能接受 打的前排很难受 打的XOIG双前排不是那么敢战视野 对的 这个打比赛就比较碍于面子了 什么我们这么大优势 别人还没有推掉 或者上一把别人打我们十几分钟 我们这把要打别人二十分钟 有点丢脸 不要有这种思想 是吧 只要赢就好 好吧 冷静冷静 吸力口 马可波罗都红掉了 看看这波要不要进去 看看这波要不要进去 XYG也洞察到了这个点 开始往红去取压 注意关羽 注意关羽 注意关羽的位置 注意关羽先铺火 赶人压状态 保马可的萌 先拉脱了 关羽 关羽 这里买关羽 再找机会让 我们要沈梦西 看旅波的位置 跳起来 闪现 腾皮 被拆了那么厉害 终于有个丁 哇 怎么这么厚的盾呢 怎么这么厚的盾呢 他们 但他在那个位置 他能威胁到XYG 对的 那你不敢过去了 鬼阵容还真的 就后面 他就是能支弄两手啊 这个阵容 同样这波 XYG的话 既然交的差不多了 看这波上海一地界 能不能出来找个机会 但是看曹操开了 没事没事 稳住 因为曹操这个英雄 出了一堆漏转 他出了 就有一把暗影战斧 跟打野刀有攻击力 还有反上刺甲那一点 所以说还是要靠大招 开大之后的 对面的马可是没有进化了 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细节 那这边两边 也都没有去动风暴龙王 XYG呢 是觉得我优势 我有兵线优势 我没必要 不着急 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去 动静掉了 毕竟你是双城 对的 而且XYG的话 他的阵容 也是后期非常厉害的 加速 对 那充正 充正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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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直接嘎嘎乱点 跳起来 直接横批 重批 反手吸 对对对 应该赢 应该赢 不掉了 下落兵线 XYG一波二换五 团灭了上海 一地节目 带着中午跟下落的 臭级兵 可以直接拿下水晶 这波没办法 决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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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恭喜XYG 再拿一局 目前是二笔